目前电影市场中最火热的电影无疑就是《西红柿首富》 自从上映以来已经连独九天的单日票房冠军 按照现如今的情况来看 估计只有等待《爱情公寓》和《一珠号戏》 上映的时候才能被终结这个连贯 这个暑期打出了《西红柿首富》这部票房大片 另一部就是《我不是要神》 当然这部电影上映已久就热度而言 早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 《我不是要神》是7月5日开始正式上映的 到8月4日已经是上映了31天的时间 作为一部票房大片延长上映时间 自然也是正常的 到目前为止 《我不是要神》累计的票房已经达到了30跌期 不过单日票房却已经跌到了518万 相对于上映之处的单日票房而言可以说是宝爹 就目前的票房算起来估计 《我不是要神》最终的票房 也就是止步在31里 记得在《我不是要神》首映的时候 有着吴京、张义、王逊等众多明星的助阵 当时张义半开玩笑的说电影票房要超过宏海行动 而《我不是要神》开始上映的那几天展现出来的票房 确实让人看到这个希望 甚至觉得有希望超过40亿票房 成为国产电影中几次驴寨狼儿的票房大片 不过比较可惜最终却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如果《我不是要神》最终票房是止步于31里 那么在票房方面 胜过这部电影 那就是周兴驰《美人鱼》 陈思彻唐人街探案2 林超贤洪海行动 以及吴京战狼儿 当然徐征这次主演的《我不是要神》 输给这几部电影 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毕竟和这部电影同当期竞争 那还有着将来迟到的《邪不压整》 这也是会抢占《我不是要神》一部分的票房 而且《我不是要神》造成的影响 不仅仅是票房方面的影响 目前电影在豆瓣的评分依然高达8.9分 这个国产电影中 没有几部能够超过这个分数 自从上映以来 不管是影片中的角色 剧情细节 谈词以及相关演员 都是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焦点 颇有2017年《无精战狼2》上映时的气势 几乎成为了一部全民讨论的电影 《我不是要神》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在票房和口碑方面 都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是为投资这部电影的公司 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而且也是带动了导演文木野 主演徐征 王传军 周一文 谭卓等众多主演的爆红 另外同时也是整个国产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毕竟 《我不是要神》中除了徐丁之外 其他人都不算有什么大名气 但是 这部高质量的电影却撑起了超过30亿的票房 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整个国产电影的不断崛起 估计在《我不是要神》 之后以后也是会有着越来越多 这种优秀经典的电影诞生 从而不断促进国产电影的发展繁荣 性格主演的电影词 由于是轻松的电影词 Cons数人可以在观看 那么好的 电影词